欢迎来到香港人家书 有广传媒的何略茂先生和MIHK的老学 和大家一起做节目分享加港的有趣的事件 政治的事件,总之关于我们的事件 有趣的事件不是时时有的 但重要的新闻,牵涉到加港的资讯往来 最新的都是省选 最重要的省选就是12月24日 我收到选民的邀请的 是,选民通知卡 有告诉你去哪里投票 也可以提前投票 梁农卿,我现在在申请BC Service Card BC Service Card 就等于香港的省的身份证 就是省的身份证 证明你是这里的住民 但我还没有 我去投票站的时候 我回香港,有人设个比哥 我是老鱷 都小小制,博有名气,有人认得到 因为没有人知道我是Angelo欧阳 那我怎样去选票 是不是要拿我的帖子来给他看呢 你有选民通知书 就是说你在选民拆到那里 因为你在那里居住 行进居住 无论如何都在地址里面有你的名字 所以他会通知你 到时候投票呢 你是要带户照 有相片 公民卡 公民卡 以及有地址的信封 可以证明你在地址里面 你有居住的身份 不用担心 如果没有,他会在电脑上 因为你是加拿大人 我同时之间也收到Fradio的电邮通知 因为我是在境外里面的选民 他就有回答他 证明我住在海外 我有两个角色 一个省选一个Fradio的角色 在海外的选民 省就不可以海外投票 省就一定要去到实体票站 或者是邮寄 或者是提前投票 就不可以在网上 也不可以在境外 或者是省外 但是联邦呢 可以有省 有境外的投票 境外现在通常都是指香港 因为香港 是最多的加拿大人 有数以十万计的 香港的加拿大人 那个身份呢 我建议保留 因为你是两边走的 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联邦大选 现在是没有定时的 分分钟不选 现在看来都不会选 因为那个联邦新民主党 已经和这个自由党 联邦的 就谈好 就会支持他那个预算案 或者是那个policy address 那些 在这情况之下 因为现在是少数党来的 杜鲁多 有这个新民主党 帮他背书 他是可以过关的 有很多新民主党 就不会搜索他那些 V charity的丑闻 哦 OK 那就是摆明大家 政治囚容 是的 就是我支持你 到时的议案 你要支持多些 我们新民主党的政纲 里面 对于一些 他那个 那个新民主党的 选民的 好处 嗯 这个就是BC省选 现在 星期三晚 就在BC时间 就过了这个省的 debate 领袖 三大领袖 新民主党 自由党 我在讲BC 和六党的debate debate 出来之后 今天我们就看到 就是 加拿大广播公司 一个CBC 他有一个 Pole Tracker 就是选举的 最终的那个民调 那就是说 NDP 就是 拿到 那个民望 是佔了 五十 党领佔了 50% OK Libro的韦勤逊 NDP 就是何锦 Libro就是韦勤逊 Ander Wilkinson 是34.1% 是 六党是12.2% 六党是 Sonia 是 如果能够拿到 大多数 那个 席位的机会 NDP 很明显 赢面很高 CBC 这个文章说 NDP 大多数 有99% 即是实际没有痴牙 OK 那在三个党领里面的debate 有没有出现到 好像Trump 和拜登 那些 那些 就是加拿大人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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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很温柔 那些 有抢麦 赫金就好像 赫充那样 上身 都有去抢麦去 去骂 Ander Wilkinson 和 Sonia 就是六党 但都会被主持人 一喝就停 亦都沒有用一些比較大陸的 或者是被人聽下去會韎意的說話 又不會跟Moderator吵架的? 不會的 Moderator主持得不錯 我們都很平平和和的 黨領debate就是一定要吵架 吵架是必然的 不過就沒有出現美式的 看來這個贏面這麼高 很多人就說你明明是在疫情下的選舉 就擺明是想拿大多數票 我心想一個政黨出來行 不想拿大多數票 難道也想拿大少數票? 這個不知道 我剛剛突然想起問梁某卿 很多網友都希望我們 提供好像黃大仙那樣 你們要選誰 我們當然不會左右你們的決定 但是梁某卿你又怎樣分析三個黨員 在這裏投票 我們應該要怎樣去做呢? 我又真的不懂這件事 請教你 我們當然很難在這裏 因為每個人的選區不同 講逐個候選人 很難的 因為你一講一個黨 就要講另一個黨 這個我們不是一個 省選辯論擂台的節目 不過我的原則就是 希望那個候選人或者那個黨 不要那麼親共 不要那麼舔共 也都不要對中國 違命是從 就好像林鄭月娥那樣的 要把林鄭月娥 類型的候選人 就排除障礙 在這個情況下 就承認選黨不選人 另外 他能不能夠為 B.C的選民 拿最大的 幸福 或者最大的 穩定 或者能夠將政策延續 也都不要傾向某一些 所謂我們叫做團體 當然很多人說 NDP就是會益工會的 是派錢 但是很多人都不要忘記 自由黨是益商界 是益到明益到出面 今時今日B.C的樓價這麼貴 都有關一關的事 是的 那種商就很容易 跟對岸和亞洲那邊 會有這類哪類的交易 那種商就不是有罪的 但是問題是種太多 就縱容一些 和中共有關的商業利益 那對B.C的好不好了 例如一帶一路 無緣無故引入這裏 我們B.C省在太平安另一邊 關骨絲酋之路做甚麼 是的 現在一帶一路 竟然在蘇里開了一個大貨倉 超級大貨倉 那些人都說,我們一帶一路,我們帶去哪裡呢? 那條路,我們就不關事的 這條八帶來的 完全不拉奸 完全是為符合中共 為符合北京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有務 而搞而已 變成是利益大陸的商人做生意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有一些利益傾斜 傾斜向中共變,都不算 或者慎重考慮 我覺得在這個形勢 現在對於中共 中共已經變成了國際上的 基本上都是國際公敵那類的情況之下 五眼聯盟加拿大作為五眼聯盟 我們似乎都應該跟著國賊走 明白,沒錯 如果你喜歡環保的話,可以考慮到綠黨 綠黨是一個合作的 對,北京也保留得這麼漂亮 美麗的英國 當然,你作為政黨的勢力平衡 投陸黨是希望它掌進一點 均衡一點的票 雖然它執政機會已經是… 零負結離 零以下是負數 即是不可能的了 現在就看自由黨和NDP的選擇 所以在這裏就奉勸大家 要認清它有沒有奶共 認清它會不會跪在中國共產黨面前 你認為它打低一些NDP 太偏向公會的時候 但引入另一個狼進來的時候 就可能得不上身 我們簡直是向東方的門口 千萬不要跪在大門前 不要再… OK 我想問梁某卿一件事 他現在好像也有一個郵寄的名單 因為是B.C.省 沒錯,B.C. B.C.郵寄的名單是可以的 為甚麼要郵寄呢? 因為有疫情 有很多偏遠地方的人 即是要去一個投票院都很遠 第二,他們都不想接觸群眾 因為現在一度秋天 現在是深秋 又有犯法 你看看我們那些確診中數 以前是一百幾十的 現在連B.C.也有幾百 六七百隨便上 那些人就擔心不想去投票站 於是便利用郵寄選票 OK 那郵寄選票 我便需要核實我的身份 然後你寄個Border給我 那個Border就是 你的選區裏面的候選人 你只不過是take那個人 還是… 要自己寫上去 是嗎? 那為何容易被人左右呢? 這個就要… 加拿大始終都是一個誠信制度 你的選票是政府寄給你的 上面有編號的 你不可以自己製作一張選票 因為有了Border 有其他其他東西 那如果字跡了草 那些字體很差 寫來寫來寫來寫去 寫來寫去 那看得不清楚 那這個就要靠你們自己的智慧 寫得清楚些 寫的候選人是誰 他有一個選民的 即是順之上面有很多 你的區的候選人 各個黨派的 那你適合那個人的名字 當然寫英文名字 就填上去 好了 那如果我不識字 我覺得英文不好啊 那我可不可以帶個人去教我 誰是誰去選票呢? 如果在疫情下 如果你真的去投票站的時候 理論上就是單人去投票的 就不應該有旁人去幫忙 是的 那無論從聯邦到省選 都不可以有兩個人去幫忙 除非你是一個危疾 或者是一個重病毒 即是有一個醫護人員 是certify了的 那就是幫你的手去照顧你 理論上就不應該有旁人在教你 不可以這樣做 不可以的 不可以有人送你去 那個有布簾遮住的 投票箱那裡 然後就是幫你寫 不會的 因為如果你去到投票站 就不用寫的 到時是打交叉 打交叉 是 是 是郵寄那些才要 因為郵寄那些 那些候選人名單 都沒有回到來 嗯嗯嗯 我明白 不過我覺得這樣 如果一個不小心 將這些郵遮的選票 全部去到中方背景的 専門家 是吧 那你也知道的 蛇齋餅種在香港 都見不少 平時就會 是吧 但在疫情下 現在那些護理院 全部都不准探視 那要投票怎麼辦 要投票就是那些護理人員 在這裡 駐院護理人員 如果他是重病那些 到時就幫他去投票 如果他有交叉 他又不可以 那些地方都可以 那些地方都可以 因為他住在那裡 那些護理人員幫他 那如果真是玩滲透 即是有些古惑劑 這些地方可以做到付費 哪個候選人 哪個選區 我特別是朋友 我就可以用 反正郵寄就一定有這個風險 美國現在都有郵寄選票 特朗普也吵要擦天 就說怕那些人在做手腳 就是教唆他 或者是影響他 但是沒有可避免的 要相信那些選民 即是操守 如果你不相信那些選民 即是說他投什麼人 你都會懷疑他 為什麼你要拼這個 不拼那個 這個人是沒得懷疑的 現在就是 在郵寄過程中 不可以造假 亦都不可以出述 弄一些假票 因為弄一些假票 可以坐牢 坐牢幾十年 明白 除了省選之外 我們現在 香港都好像想搞大灣區 香港人投票 是呀 沒錯 大灣區 民建聯的譚耀宗 以及工聯會的吳秋筆 吳秋筆 吳秋筆其實已經醞釀了很久 即是在過去一兩個月 都有不停這樣放風 即是其實在今年的這個 2020的9月的這個立法會選舉 其實他們之前都有吵過 因為疫情的關係 你都知道 他們最喜歡去到選舉的時候 一車車的旅遊巴 是 全部那些什麼同鄉會 什麼同鄉會 下來搖旗立法去選票 然後是掌心蕾 掌心蕾 或者是老人院 那樣的 我去年 在去年的一個區議會選舉 是 一件事就是 他們有一條關外隊 關外隊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方便老人家 一個個的醫護推輪椅 不用排隊 即是直通車 投票路徑 是的 為什麼有這樣的情況 各位加拿大的網友 可能有所不知 因為當年 在去年的時期 仍然有很多抗爭活動 可能會抗議 示威 出動防暴警察 如果某一議區裡面 有這樣的情況 可能說 選舉不公 有人出路簽 或者選票 投票箱 一吵起信 洪警察出 整個Pulling Station 就閉嘴了 為什麼有關外隊 我逐步解釋 關外隊 就給老人家票 最早時間 一開票站 衝行去 隔南披治部 走 退輪子去 去投票 他們知道有多少票 進去 投票哪一個人 下午有些 投雲申請 抗議的時候 一關了Pulling Station 你們這些 反建制的 抗爭派的 票就進不去 但是建制派的 候選人的票數 已經穩如泰山 輪椅部隊 已經進去了 輪椅部隊 已經進去了 關外隊 後來馮華 都說不行 但今次 林鄭月娥 除了說 這個大灣區 可以投票之餘 亦都要 enable 關外隊出現 換句話說 有五十萬人 在大陸裏面 他現在說的 不僅是大灣區 甚至北京天津上海 九個城市 也有機會 為何不包括加拿大 溫哥華 多倫多 千天性定位 在海外的華人 全部都是 不支持建制 不公平 天津上海 北京都可以投票 這些境外投票 香港人在境外 加拿大都應該爭取 但你在加拿大居住 加拿大人 那兩個國籍都不同 你選什麼 但我香港人的身份 沒有改變 我是永久居民 他又會覺得 有些國家 為何你那時派八千元 我們有份 一萬 不是 上一次 張俊華那次 八千元 八千到一萬都有 他就會argue 我們現在在加拿大 拿到這件事 拿不到生果金 拿到生果金 才是真正正的香港人 拿到生果金 我們有老人卡 都拿到生果金 你拿不到香港的生果金 那我回去就行了 回去拿到生果金 我們繼續在加拿大居住 那就是 現在很多人是兩棲動物 在這裏半年 那裏半年居住 那就是不公平 不公平就是緊的 關注兩個口 不是 他是兩個口件事 或者是十個口 但是你如果在大灣區 要搞投票 為何其他海外的 在英倫的 在西德尼的 在日本 台灣呢 台灣也很多人 所以要搞全球的香港人 都可以投票 是 那就是等於加拿大 那個境外的聯邦投票制 可以投票 在香港投票 可以 在新加坡都可以投票 這個是有領事館去牽頭 當然 我們的特區政府 不是這樣想 不是這樣想 但是要指出這個 是荒謬 是 完全是不公平 是 完全是選擇性 找境外投票 還有呢 這件事50萬那裏 有很多的方法 是可以做到一些很策略性的票 是 譬如他說 我在大陸 我已經住了20年了 我那個娶回來的大陸 那個女人都幫我生了幾個 我香港一早都沒有家 那我選邊區 不要緊 你有哪個親戚朋友 你想報邊區就報邊區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想怎樣就怎樣 沒錯 如果我們說立法會選舉 又不去 香港島區 是用地理分佈的 新界東 新界西 其實你想想那50萬 我就可以很技巧地 幾多萬是說到 用來技術性轉移票 沒錯 去一些弱勢 建制弱勢的地方 嘩 還有呢 你想想 就是操縱選舉 從這一個選 這個普通的區選之外 就是每一區的選票之外 你們還有超級區議員 對 還有功能組別 對 怎麼搞呢 那怎麼搞呢 如果他可以是可以投票 很多地理分佈 你去到大灣區 為什麼呢 北京住了很多年 你知道很少票 譬如你飲食界 張宇仁有勢危 這些票會不會幫到手呢 就可以幫到他 對 那些功能組 在大陸裡面 那我不知道 理論上他不可以 但如果他有一個退休處 那些人全部是選席位的部分 對 或者他說 不是啊 我有跨境 我有在這邊工作 我仍然有Cable 或者我投資了 搞生意 或者他在大陸之前所報的地址 這樣不公平 擺明是做假票 第二呢 亦都可以中票 中票或者可以配票 配票 對 全部都說了 很多在大陸 有身份證的人 所謂地下居民 全部都出來了 還有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究竟哪個人去核實 這五十萬人的身份 現在我們都不知道 上面是否真的有五十萬人 是你說你說 到時候五百萬怎麼搞 是啊 沒錯 那些假身份 或者原來死了 又當他生 還有啊 你核實是一個 絕對是一個死證 第二 那派要去大灣區 或者北京天津 民主派要去拉票 要做宣傳 要拉橫額 要做一些告示板 有沒有可能公平的宣傳 拉票機會 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選舉是不公平的 譚耀忠也這樣說 你民主黨 為什麼這麼擔心 民主派 你們在網上的 攻勢都很凌厲 你們看網上 但這些 怎麼翻牆出來看啊 還有這些老爺 各位老人家 真的不要得罪啊 有多少是上網 上網都未必會翻牆 對啊 翻牆都要有風險的嘛 所以說不通 現在翻牆都要實名制了 不是啦 根本就是說不通 那就是沒有一個公平的宣傳選舉 宣傳自己的政黨候選人的機會 然後呢 也都沒有一個透明度公開的選民登記的資料 那你搞一個大灣區 擺明就是想 將大陸的賄選 那種不公正的選舉 做票的移植到香港 兩樣 有幾樣東西 泛民的人也很多是沒有回鄉證的 那我想請問你怎麼回去大灣區拉票 那還有我們呢 就是有些選舉辯論 你們都看不到的 那也都是做不到的 那好啊 我們都有一件事 我們就想說一下 他現在他說呢 就在一些小區裏面呢 就是鼓勵他們呢 就是來去城市裏面去投票 大家可能呢 真的忽略了 由小區去城市 分分鐘的traveling 快過 慢過 你下來香港 沒錯啦 還有交通 還有疫情的因素啊 是啊 你下來香港可能會有高鐵 還有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為什麼這個因應疫情的情況而定的 在大灣區裡投票的配合 但是我們說明明明年有得選 難道我們明年的疫情仍然是遲早 誰有這個水晶球看到這個疫情是這麼恐怖呢 嗯 即是說有些人會打疫情政治 是啊 疫情繼續無限期延伸下去 沒錯 還有一些東西呢 我覺得林鄭這個大灣區 或者大陸的香港可以投票呢 其實是顛覆中國的政治 啊是啊 是犯了國安法 因為中國是沒有直選的 你現在呢就強行要大陸人呢 就知道香港直選 那你呢 即是呢 這個叫做高級派 低級洪 都拖住個媽媽 媽媽 他們在排什麼隊啊 他們做什麼動事啊 他們是民主選舉啊 那麼他們為什麼可以民主選舉 我們不可以啊 就是啊 林鄭這招呢 其實就是害死習近平 明明大陸人都沒有機會直選的了 是 最多是鄉鎮 但是鄉鎮已經是假的 大家都知道那些是維威 去到縣市都沒有的 去到省市都沒有的 那麼你突然間香港一個特區 走來大灣區 走來甚至北京上海天津都搞話 那就散過民主意識 是 明明習近平 就是民主遍地的開放 是 不說普世價值 不要民主自由 人權法治 哇 你 林鄭死罪啊 今次不怪你 施政報告 是 可能你想提起這件事 要讓習近平叫停 有可能 你太狼胎了 習近平旁邊的忠臣 希望將這件事 快點指證給主上知道 林鄭公和 原來是立心不良 用妹仔搞選舉 來顛覆中國的政治 最大惡極 所以 他真的要等候發落 雷到現在中國 一窮二白都有份 沒錯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也很感謝 這個網友都支持收穫 我們做了這一套 已經整個多月了 我們都覺得 溝通加港很重要 當然網民的支持 subscribe, like, share, comment 以及 join我們廣傳媒的patreon 以及MIHKTV的收費計劃 也是希望大家支持 香港人家書 這節目都是一個新的嘗試 也希望各地的路友記 如果你們都很想把你們的情況 在不同的地區 甚至這個概念 可以在日本遍地開花 可以在多倫多 可以去做的 可以在Melbourne, Sydney, England 每個地方都有 香港人家書 這方面的希望聯繫一氣 這是我們定義節目的概念 沒錯 我們聯合廣播 除了廣播認識 內容 希望能夠幫到香港 也能夠溝通到 香港和海外各個 各個社區的資訊 因為網上是無國界的 希望大家如常繼續支持 大家可以互相聯繫 不用互插 沒錯 大家互相幫助 多謝各位網友收看 好,今天就這樣 拜拜